昨天我们聊到了今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 但有一些方面还没有说完 今天就继续聊 可以看到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 除了厘清科技部等部门的具体职能外 重点在于金融监管上的变化 在取代银保监会的基础上 组建了金融监管总局 同时 证监会也被划至国务院直属机构 由事业单位变为了直属机构 其权力职责也会有所增加 从这些操作可以看出 金融监管权力全部都在向上集中 而这次的改革 还把央行证监会金管局等 原本参攻管理人员 直接纳入了公务员体系 末了文件里还专门强调了一句 执行国家公务员工资待遇 这句话的用意就很明显了 之前 金融口只有少部分人 是公务员编制 比如央行总行的大部分人员 以及分行的一部分人员 到了县级分行 所属人员大多为事业编制 此外 央行还有21个直属企事业单位 至于证监会 银保监会的人员 也基本上都是事业编制 如今这些参攻管理的事业编 一夜之间变成了公务员系统的行政编 对于这种变化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这是一种升值加薪 但金融口的人 却未必会这么看 执行公务员的工资待遇 这对于他们不少人来说 可能意味着降薪 因为金融监管部门的工资奖金水平 一般来说 是要显著高于当地公务员的 与此同时 如果监管层都是公务员待遇 那么底下这些金融机构的领导们 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工资水平了 所以 大概率金融行业整体降薪 将在随后进一步展开 与此同时 由于一部分职能收缩让渡 央行也面临着金兵减政 此次改革 不再保留央行的县级支行 相关职能 也被上收至 央行地市中心支行 上图是 央行年报里披露的机构设置情况 截至2020年末 县级支行 达到1761个 央行全系统的工作人员 达到了惊人的 12.67万人 其中县级支行占了三分之一 为4.36万人 而这些县级工作人员 大部分将面临被压缩裁撤的风险 另外 此次改革还提出 压缩国家机关 5%的编制 很多人以为 中央这是要裁撤掉5%的人 其实不是 所谓缩编 不是金兼人 而是金兼编制 要知道 大部分单位的编制 一般都不会全部用完 都留有一定的空编制 以备不时之需 金兼5%的编制 主要指的 就是这些空编 而且 每个单位缩减的空编 并不会就此消失 而是会交回编半 重新分配 其实 对于如此庞大的政府机构来说 5%并不是小数字 如果只算 中央国家机关本部 金兼5% 大概能多出 2000多个编制 如果包括海关 国税等垂直机构 总量大概100多万 金兼5% 就能收回 5-6万个编制 这些编制 哪里急需 哪里重要 就往哪里分配 但这个分配过程 会非常缓慢 几万编制 不可能一收回 就能一口气全部分下去 所以影响最大的 其实是接下来的国考招考的人数 毕竟 每个部门的空编 都被拿走了一部分 空编少的单位 直接就没了编制 想招人也没法招 就算有的单位金兼后 还有剩余编制 也会省着点用 以2018年为例 机构优化之后 2019年的招入人数 就出现了大幅缩减 所以 此后两三年的工考考生 必然会受到影响 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 当然 中央机构的金兵减证 更多的是为了起到带头作用 真正的重头戏 其实是地方的跟进政策 不要小看县市相及的机构 他们这个层级的数量 才是最庞大的 而地方政府的精简 因为财政难以为继 可就不仅仅只是缩编了 实际上 山西从三年前 就掀起了机构改革的浪潮 大规模砸铁饭碗 第一批被砸的地方是 山西的福山县 河区县 2022年8月 河区县委改革办宣布 该县承担的 机构改革各项任务基本完成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具体成绩包括 将36个党政机构 精简为22个 135名领导职数 精简为114名 186个事业单位 整合为40个 1964个事业编制 和简为659个 对应改革超边的 903名事业人员 进行重新调整配备 那是怎么精简的呢 以河区县为例 主要就是上级机构领导 挂职下级机构 比如6名副县长 军监任局长 原来的局长 变为副局长 干的活 还是那些活 对于能退休的干部 安排提前退休 最难受的 是事业单位编制人员 一下子裁减 903名 这些人员 怎么处理呢 继续下放 下乡进村 要么进村当村干部 要么在县城里当网阁员 不想去的话 那就得辞职立谋出路 为什么河区县 要精简机构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人口流失 7谱数据显示 河区县常住人口为 123,505人 与2010年的 145,136人相比 10年间减少了 21,631人 减少14.90% 目前 河区县下辖 6个镇6个厢 340个行政村 按常住人口 12.35万人衡量 河区县 远低于50万的标准 属于典型的小县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财政入不敷出 需要中央政府转移支付 据公开信息显示 2021年 河区县财政预算收入 10.6亿 预算支出 19.5亿元 财政赤字 大概在9亿左右 而这些财政缺口 全靠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 接下来 第二批被砸的地区是 楼帆县 石楼县 于社县 以及黎城县 跟河区县一样 精简机构的理由都是 人口流失和财政入不敷出 从山西的动作来看 精简改革绝对不止这两批6个县 它们只是前70点而已 数据显示 山西省全省 117个县级行政区中 人口不足20万人的 有47个 不足10万人的 有16个 人口最少的永和县 常住人口不足5万人 而山西 也只是一个缩影 全国各地 有大量的县城都有类似的情况 它们最主要的特征就是 人口不断流出 常住人口小于50万 根据2019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显示 人口规模不到5万的县 有82个 5万至10万人口的 有108个 10万至50万人口的 有841个 依此计算 中国县有 1031个人口小县 占总数量的 61% 这些县常住人口 之所以每年减少 主要原因就是 县域经济较差 产业衰退 财政自然入不敷出 也就是说 从人口和财政的角度看 全国差不多近一半的建 都需要进行机构改革 有人可能会说 增增减减 只不过是徒劳无功的改革罢了 这话当然也没错 机构金减 说起来也进行了几十年了 但效果 确实不怎么样 编制人数没减少 很多只是挪了个位置 还是财政在供养 但现在地方人员金减改革 已经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而是没得选的问题 政府所做的这些事情 也不是突然有了觉悟 而是人口出现拐点 财政困境的倒逼 另一边 3月7日 中国海关总署 公布了2023年 1至2月的进出口数据 以美元计 1至2月出口额 同比下降了6.8% 去年12月 是同比下降9.9% 也即是说 降幅出现收窄 此前坊间的传闻 外贸订单少了40% 所以很多人都预测 如果以美元计 今年1至2月的出口 应该至少下降15%以上 弄不好会超过20% 当然 外贸数据有之后性 市场反映1-2月订单 大幅下降的时候 对应到出口数据 或许要到3-4月份 虽然1至2月的降幅 出现收窄 但中国对主要地区的出口情况 依然让人有点触目惊心 例如 内地对香港的出口 大幅下降了23.5% 对美国 加拿大 意大利的出口 下降均超过了 21% 对法国的出口下降了 接近20% 对德国 新西兰 英国的出口 下降了14% 到16% 如果把欧盟国家放在一起看 1至2月 中国对欧盟出口 同比下降了 12.2% 而出口显著增长的国家是 俄罗斯 菲律宾 南非 以及马来西亚 整体而言 1至2月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 增长了9% 为什么中国对欧美的出口 会大幅下降呢 此前我们多次提到过 原因主要是两个 第一 欧美快速加息缩表 抑制了需求 让中国这些地区的出口 大幅下降 第二 中美供应链的脱钩 造成了部分企业转移产能 把生产基地 从中国分流到了 东南亚和拉丁美洲 带走了部分订单 相比之下 加息只是短期因素 影响不会很深远 但中美战略博弈却是长期的 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另外 截至目前 人民币对美元的最新报价是 6.9723 再次逼近 7这个重要关口 前几天 人民币汇率 差点破7 由于两会临近 又一度快速升值 现在会议即将结束 外贸数据也已经发布 再加上美联储持续放映 人民币汇率破7 估计很快就会发生 不过需要注意 今年人民币的汇率走势 是先扁后升 关键转折点 可能会出现在二季度 再加上美联储持续放映 再加上美联储持续放映 再加上美联储持续放映